我们今天要看的是7月份的实价登录解析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从今年的5月中发布三级警戒 到6月中逐渐获得控制 以及7月份已经做缓和 那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把整个 这个月整理的结论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是成交量的部分 今年成交量的最大量 约是在4月到5月疫情前的时候 那7月份大概已经回复疫情前的 大概5成左右的一个量 那再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价的部分 就是成交价有没有下跌 有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是盘整还是创新高 有没有可能呢 答案是蛮多社区在这个月又创新高了 尤其是以中小平行的产品为主的这种社区 然后最后我们要看市场的热度 可以从一个东西的指标去看 就是市场在 物件在市场的它的区化的天数 那我们可以观察 其实从3,4,5,6月份开始 越来越可以发现很多案子一上网 不到一个月 两个礼拜 甚至根本没有上网 只要有上网 中阶的系统就会能够找到这个记录 但是有些完全没有上网 就直接卖掉了 那可以代表这个可以代表一个指标 是市场的买气依然非常的热络 那再来个人整理时价登录的规则如下 简单来说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门牌已经完整揭露了 所以我们会整个销售期 就是刚提到的区化天数的这个指标 以及这个社区的一些特色 可能买方会忽略的部分 以及我们成交价跟广告价 就是网路上看到 比如说开2000万 最后到底成交价的落差会有大概多少 可以当作你一个出价的参考 那我们一样从总价低到高 公寓、电梯以及高总价产品 帮大家做分类 那个人熟悉的区块呢 是这四个区块 中正、万华 万华我把它分成南万华以及西万华 最主要的原因呢 因为南万华它有未来万大县的一个 加分的议题 以及它的周遭呢 都是以国宅型的产品为主 他们不能够混为一谈 比较容易去做区分 大安区的部分呢 个人熟悉的地方 以新生、南路、以西 也就是我们大安森林公园 以西边、东门、永康、台电大楼、古亭、师大 这个区块 那再来呢 我们这个月整理的大概就是以7月份买卖签湿器的案件为主 因为实价登录的网站呢 9月11号才提供8月底登记完成的案件 那一般买卖过户到登记完成的大概是抓一个半月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呢 帮大家整理7月份签买卖案件的一个实价登录解析 那最后呢 常常会有买方问到说 明明现在经济就很差啊 因为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 房价怎么可能这么高 而且你有所海继续在涨 没有办法 因为资本主义呢 买房子本来就不是用寿星阶级的薪资去做衡量的 以上 在几个月前的实价登录的介绍呢 都有帮大家做比较完整的社区的简介 那因为很多成交的案子呢 每个月都是重复的社区在成交 所以呢 现在会开始减少我们整个社区介绍的比例 而是把一些可能过往的一个成交最高的一个资讯呢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状况帮大家做整理 首先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呢 是荣耀爵士 荣耀爵士它所在的位置位在长沙街二段跟昆明街的交叉口 这间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做说明的部分呢 是在107年年底呢 可以看一下右下角 那个时候呢 曾经的出售广告的记录是 开价是698万 最后成交是595万 那在三年后呢 也就是今年并没有任何上网的一个记录 最后呢 我们只看到它的成交价是712万 单价呢 是成交617万 那当然还要扣掉中间的一个 税费的成本呢 大概有100多万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社区的时下登陆 最高的月份呢 是在今年的4月 就是整个有时下登陆以来呢 最高的单价是在今年的4月 有一间11楼之一 两房型的产品呢 带一个坡道车位 它的总价是1560 单价占上70.45万 那前一笔小平数呢 成交呢 是在今年的4月89号的13楼 全状呢 是9.72平 比我们这个11平呢 稍微小一些 它的单价呢 是56.6万 这些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那第二间看到的是 Fancy One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呢 它已经靠近新宁南路的尾巴 靠跟新宁南路跟桂林路加插口附近了 它的斜对面呢 就是我们的万华的家乐福 这个社区呢 一层 中低楼层呢 一层都规号五户 日间管理 一楼有垃圾处理 都是以套房型的产品为主 它在近110年以前呢 其实没什么成交量 大部分成交量呢 是集中在钢 交屋 也就是105年 106年那个时候 那所有的成交单价 都有70上下 后来呢 因为房地产的比较的不景气 在缓跌的一个过程呢 单价变成60万上下 但是它的成交量变得非常少 一年可能就一间 那我们看这一间呢 它是在今年的5月7号上网 广告价930 最后成交呢 是843 当然它有带一个车位 所以它的频数比较大一点 它的单价呢 是60 扣车位之后 单价见频是68万 那我们再看一下 前一笔的成交单价 大家可以做比较 在今年的6月呢 有间13楼 13楼呢 它的成交单价呢 是73万1 73万1 算是近期的新高 但不是实价登陆最高 最高的时间点呢 是在105年 106年 那时候交屋的时候 成交最高 有到73万多块 74万的 比这间还高一些 再我们看到是 台北旌旗这个社区 台北旌旗这个社区呢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两到三间做成交 因为户数太多了 一层规划约15到16户 分成AB两栋 它是整个北万华基地最大的一个建案 它的号称呢 二楼全部的公社跟顶楼空中花园的游泳池 露天游泳池 公社非常的齐全 那成交单价呢 大概均价都在65上下 会随着你的楼层 坐向 以及装行呢 会有影响 特别说明的部分呢 是因为它中间是属于一个 摸字型的凹槽 所以说呢 面中间它的视野会比较 没有那么漂亮 单价会相对低一点 这个是在12日登陆比较的时候 要特别做留意的部分 那像成交的这间呢 在去年9月就上网了 成交单价呢 是634,000 广告价跟成交价的部分呢 待会还有其他间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没有特别可以做说明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新硕顶盒 新硕顶盒呢 它也是新硕建设盖的一个 比较屋邻两年的新房子 成交这间是二楼 二楼相对视野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它的单价呢 成交62.34万 地点呢 离刚刚的旌旗其实没有很远 走路大概步行两分钟而已 那我们的单价是有 增上62.34万 它的对面呢 就是我们的三峡祖师庙 现在我红色框住的这边呢 是很有名的祖师庙的 控肉饭跟挂宝 要排队排很久 但是非常好吃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个社区呢 成交的历史的最高单价 也有帮大家整理 实际上最高单价是在去年年底 109年12月 有一间18楼高楼城市出呢 它的成交单价呢 是69.6万 69.6万 是属于三房型的产品 带一个坡道车尾 总价了3000多万 一样再来又看到是台北旌旗这个社区 这一间呢 它是也是在去年11月就上网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看到这两间旌旗社区 发现它的趋滑天数 其实都蛮长的 这间单价成交呢 也没有很漂亮 单价是成交60万 总价呢 是1200 那再来我们看到一间台北旌旗的高楼城 这叫单价 这间的单价成交算是漂亮的 因为这近期成交呢 最高单价大概是69万 71万这个附近 那它的成交单价呢 一样是有接近70 那特别注意的部分呢 一样它的趋滑天数比较长一点 这个社区的趋滑天数 大概都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看到德林里记 德林里记的位置呢 蛮靠近我们的龙山市站的二号出口 我把二号出口的位置 用红框把它框起来 从我们间西原路接大理间的旁边 就是我们的大理派出所 这边是我们的派出所 它从我们的房子步行到捷运站的距离呢 过个马路转个弯就到了 大概三分钟左右 万华的龙山市二号出口呢 刚好是我们的行政中心 对面呢 则是我们的蒙甲公园 那这个案子呢 德林里记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社区 它的社区总共分成ABC三栋 我就不特别再写了 A栋呢 就是现在前面看到 它是一层一户 四房型的产品 那BC栋呢 则是规划两房跟三房的 型的产品为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它这间的销售期呢 它7月19号上网 很快就卖掉了 蛮快就卖掉 那它的成交单价是64.12万 64.12万 那这个社区呢 其实这几年近期呢 有另外两间成交 单价呢 也大概都是在64万上下 没有太大的变动 社区的成交最高的 实价登录呢 是在105年的时候 105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间105号的二楼 成交的单价呢 是71.52万 71.52万 所以我们可以从 刚刚看到的一些历史轨迹 从Fancy One跟德林里记看到 整个万华的房地产的高点 大概是在105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成交单价 像这个社区那时候 几乎这边都成交70几万 那后来呢 一样成交量 进入了一个很低迷的状况 房市在缓跌 然后呢 到今年呢 开始陆续这几间呢 成交三间 今年应该有成交三间 那这三间呢 都很快卖掉 它的单价呢 大概都在64万上下 再我们看到 利德庄这个社区 利德庄这个社区呢 它是刚好在我们的 台北护理学院的正对面 就在我们内江街 靠近我们康定路交叉口 这个社区呢 总共18楼 它其实很少市出 它的规划呢 也是以两房型 以上产品为主 都是以三到四房 规划产品为主 从这边步行到我们的 西门捷运站的步行时间 大概要7分钟左右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间五楼呢 它在109年 就是去年初 距离现在也大概快两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屋主有自己上 591制售 开价呢 是2380万 那结果呢 这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中介广告呢 最后成交是2390万 跟我们在整理南望华国光社区很像 去年没卖掉 那个时候反而应该庆幸说 今年拿出来卖 反而又多卖蛮多钱的 那我们看到它的成交的单价呢 是66.38万 那在我们看 比较一下实际上登录 从去上一笔的时间呢 已经是去年12月了 有一间126号的七楼之二 七楼之二呢 是四房型的产品 单价呢 才53万左右 那这社区的成交的最高的单价呢 是在去年的7月 是11楼之二 然后呢 一样是三房的产品 成交呢 是66万9 最高单价是66万9 那附近呢 在康定路上有几栋 社区成交量比较大的 比如像有负正旺 有负正旺的成交单价呢 之前也都是在五十几万 六十出 跟我们的康定路的 另外一个社区 也大概成交都在五十几左右 在我们看到 都美燕这个社区 都美燕这个社区呢 它总共分成两栋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前面是15楼盖的A栋 另外后面呢 有一栋B栋 是24楼盖的 前面这边可以分成左右两户 A栋左右两户 后面呢 一层六到八户 大概都是以两房型的产品为主 那边间呢 有规划三房跟四房的 成交的这一间呢 是实际上登录 有史以来近期最低最低的一个单价 那当然原因可能跟它的频数 比较大有一些关系 那实际的原因 我们不是这么清楚 但是要注意的件事情是 它从去年的六月开始 卖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同一个社区 你的产品的定位不对 你的区画天数 即使是同个社区 会有很大的落差 两房的就很好卖 大平数的买单的人就很少 大概今年两房 每个月都会有成交 成交单价呢 都是落在63到66万的单价 是今年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参考水准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桂林院这个社区 桂林院这个社区呢 它就正面我们的加勒服 只是差别在桂林路上 跟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的 Fancy One呢 它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是在这边 那桂林院在这边 这个社区呢 它的出入口呢 是在桂林路旁边 六项的项子 不好意思 桂林路四项的一个项子 那整个社区呢 进去会分成左右两栋 AB两栋 也都是以规划三房型的产品为主 那我们这间呢 它从去年九月开始卖 因为自己住 所以看物的时间呢 一个礼拜可能 它也不是这么的好约 那最后成交价呢 是2720万 单价是64万 这个案子比较可惜的部分呢 虽然它是规划三个房间的 三房标准品 但是呢 它只有一套卫浴 一套卫浴是可能它比较知名的一个缺点 那三房呢 三房其中的三个房间 有两个房间都比较小一些 这也是目前新房子一个趋势 建商呢 会把房数做的标准 但是室内呢 并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呢 室内时评可以隔到两房 号称标准的两房 其实都是一加一房 那这个社区的成交最高单价呢 是在今年 十加登陆以来 最高单价是在今年的四月 单价呢 是72.3万 六号十二楼之一 是一个四房标准品 但是呢 它带一个波及车位 成交单价72.3万 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明治府这一间 明治府这个社区呢 它是乌龄大概十年 这个社区呢 也一样分成AB两栋 刚好就在我们昆明街上 它社区质感其实非常好 但是这个社区 它的规划是什么 中大平行产品为主 就是以大三房跟大四房 所以它的总价带呢 几乎是在3500万以上 除了低楼层呢 有小部分的两房 那相对它的单价就很难充高 像这间八楼呢 它从今年二月开始卖 那广告价呢 是4700多万 最后成交是4000万 单价呢 是63.2万 那近两年最高的单价呢 是在108年那个时候 189号的11楼 有一间带两个平面车位的大平数 成交单价呢 是63万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 近两年的单价 成交最高 整个又 趋势又开始往上了 但是这个社区呢 实价登录由 以来最高呢 是在106年的3月 实价登录以来最高 我还是一样把它写下好了 的18楼 有一间70.9平的 成交4850万 单价呢 是64.74万 这是最高的一个单价 一样我们可以从 几个社区的趋势发现 蛮多买方呢 买到万华的新房子呢 刚好就遇上不景气 大概在105年 上前后呢 103年 104年 105年 大概刚落成了 就套牢了 然后呢 现在通常都解套 甚至有些产品对的呢 是整个往上赚钱的 以上